嗨,大家好,我是李翔叔叔 我們又到了初學者的吉他Solo 沒有朋友自己玩這個課程 這是第三集 如果你要看前兩集的話,你要按我的頭 到我的主頁去翻前面 今天我們把背景的和弦擴大成三個 總共是一個C,一個F,再加一個G 來了,G來了 順序是這樣的 C,C,C,C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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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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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G,G,G 就這樣子的循環 C,F,C,G 彈的時候你就彈這些 C大調的這些調內音階,隨便彈 你看喔,我隨便彈都是對的 但不一定好聽,但至少是對的 為什麼呢?因為它都是彈調內的音階 但怎麼樣可以更好聽一點呢? 我們可以給自己一個約定 比如說你在彈C和弦的時候 C和弦主成音是Do,MISO F是FRA,DO 那你就要多彈一點跟它有關的音 這只是一個原則 也不能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就太呆了 我現在試試看 C準備來了 Dor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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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so 這是一個C 現在是F,所以我到F 又回到了C 所以我彈一個M 好,這就是C 你說C K 一樣 你玩過Ry Dor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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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個C,是DOSI LASO那個C 這個精神下,其實你們就已經會了 那你們需要的是什麼? 需要的是一點靈感,跟一種學習的感覺 比如說,如果我現在同時扮演兩個人 然後我彈一段,然後另外一個人學一段 試試看 好,我現在是一個我 好,我聽了,另外一個人想說有點像 有點像吧 好,我現在有點不一樣啊 另外一個人 回來 另外一個人 這是一種思路 另外一種就是彈的一模一樣 另外一種就是彈的一模一樣 也是一種思路 就是彈的一模一樣 就是說如果有兩個人,你就可以兩個人互相的交替的去互相模仿 但又不要完全一樣 也可以完全一樣 也可以有點像 也可以完完全不一樣 就是說solo呢,他的精神其實是很自由的 我們有這個大調 調內音階的意思就是說,讓你不要彈錯 好不好聽是一回事 但錯,至少不要錯 但如果你是大師的話 如果你是大師,你就有個特權 就是大師怎麼彈都不會錯 大師如果彈錯了 代表我們台下不懂得欣賞 這是一個優克麗 也可以這麼做 C大調 好,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 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彈什麼 但是我彈的就是C大調的調內音 所以怎麼彈都是對的 然後另外呢,我刻意的 讓前三句有點像 第四句不一樣 他有點像唐詩 就是說 或者是什麼什麼 有一個小段子叫什麼三句半 就是說 他前三句是一樣 然後最後去抖一個包袱出來 他就有這種堆疊的這種戲劇感 那 是不是只有吉他和優克麗這樣的弦樂器是可以的 其實任何一個樂器都可以 我現在拿一把口琴 好,這是一個C調的口琴 這裡寫了一個C 也就是說 這個C調口琴有一個神奇的地方 就是 我吹跟吸任何一個音 它都是調內音階 所以 代表什麼 代表不一定好聽 但至少是對的 哇塞有沒有很厲害 其實我在吹和吸的時候 我也不太確定我會吹出什麼音 但是我有一個很大的把握 因為這個口琴是C 這邊寫了一個C 它是C調的口琴 也就是真的每個音吹跟吸都是對的 不信我現在試試給你看 我現在吸喔 吸好像比較 不太好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個口琴設計的很妙 就是說 它的這些 我彈的這個都是很明亮的和弦 一四五就是CFG 它都是 它都會把這個音設計在吹的上面 但你也不能從頭到頭這樣吹 這樣會太像什麼 太像合唱的 就太像這個 就太蠢了 所以你就要 靈活的運用吹與吸 然後有點不一樣的強弱 比如說 你看這樣就有點強弱 然後有點 除了大調音階 調內音階以外的其他的音 跟吉他一樣 如果我在C和弦 我就一直彈Domiso Domiso 那就會這樣 就很呆了 好 我們試了幾個樂器 吉他 Yukerili還有口琴 還有一個最棒的樂器 就是你的喉嚨 你的嘴巴 比如說你看這樣 我們就跟得來 哇塞 我的嘴巴怎麼會solo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告訴你啊 就是說 你在聽這個背頂的時候 你不要忽然唱 你要去感受它的這個進行 然後你就即興的唱一點啦啦啦出來 比如說 你看一樣 前三句我是比較像 第四句我丟一個包袱出來 而且我故意唱得比較簡單 現在你可以試試看跟我一起唱 不一定要跟我唱的一樣 我們再試試看 好 已快到頭了 預備 來 啦啦啦啦 啦啦啦 對 第四句也可以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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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像喔 其實嘴巴的solo啊 相較於樂器的solo 其實它就是一種簡單的作曲 加上了詞 你就寫出一首歌了 比如說 我是一隻狗 我最喜歡 點線桿 因為 它可以 讓我 撒鳥 我不是貓 我是一隻狗 雖然我們都有兩個耳朵 但是我們的名字不一樣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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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哇賽 Rapper都來了 你說你不是狗 我說你不是貓 那個馬克 好啦 就這樣子 精神就是這樣 好 今天我們的複習家 我們今天學了什麼 第一個我們兩個和弦的背景變成三個 然後它有一個進行叫做一四五 一五 然後我們學習了用 吉他 yukerili 口琴 還有嘴巴這四樣音樂器 來做即興的solo 重點是要對 不要錯 好不好聽是七次 等到你都保證對了以後 對其實什麼意思 對就是這個 吊內音階 等到你對了以後 你就嘗試更對 什麼叫更對呢 就是在C和弦的時候 盡量往Do Mi So靠近一點 在F和弦盡量往Fa靠近一點 在G和弦盡量往So C Re 靠近一點 但是又不能太靠近 太靠近就太像 會變成 這樣就不對了 所以你要有點靠近 又不能太靠近 好吧 這張歌先這樣子 如果你很欣賞的話 你可以幫我轉發給需要的人 因為這些都是免費的 你也可以按我的頭 到我的主頁去看我其他的視頻 如果你想要支持我的話 你可以按下面的贊賞 贊賞個一萬塊左右 不用了 贊賞一塊錢就好 謝謝你 拜拜